我自己的事情,我凭什么要跟别人商量?凭什么? 穿护风?秋花雨? 润泽天下穹仓? 荫护风?秋花雨? 冲阳风? 春花雨? 是晴朝日月 永世流芳 画见爱 尽不必够失魁处建枉 作曲冰箱 它不是山蕾刀下 我不是萬人之上 萬劍之愛 終不盡何時回頭遺忘 終死冰箱 發露我 逐漸甜蜜高牆 我不是萬人之上 武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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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長不長眼睛 武都使勁了 趕緊給我鹽毛 武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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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武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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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上朝的衣服 备好了吗 备好了 去拿过来 我想试试 这 奴子这就去 这就去 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臣 平身吧 谢奴随 安郡王 臣在 朝廷 还是往日那个朝廷 可这朝廷 明明又不是往日那个朝廷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书王不在了 谁能接替书王的位置 你想过吗 没有人能够接替书王的位置 你说的不对 朕以为 包括朕在内 没有谁的位置不可替代 安郡王接着 私人已逝 来日尚多 愿书王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从即日起 安郡王月乐 接手郑亲王留下来的权柄 主持 义政王大臣会议 掌管宗人府 处置宗族之内 一切大小凡简事业 七零万岁 臣功遣得书 难当此人 你功不遣 得不输 念你这么多年 兢兢业业报效朝廷 更念你北出京师 平地末北的战乱有功 朕 特封你为亲王 王昊不变 还愣着干嘛 臣领旨谢恩 简军王 臣在 你好像有话要说 臣无话可讲 跪下 朕 也有旨意给你 朕准许你 诚信你父王的爵位 升为亲王 王昊不变 用你自己的王昊 臣领旨谢 等等等等 等我说完了 一并谢恩吧 东南海域 战况不稳 各路残敌 以岛屿为依托 战火 屡次进犯 战火 有向北蔓延之事 朕前后两次 派人前去都战 收益甚微 朕 想再次换将 派 能胜任之人 简军王 臣在 你了解 郑成功吗 臣对此人了如指掌 哦 不光是他 臣在监力兵部的时候 对各路强敌都广有研判 苍天不复 就你了 朕 命你为定远大将军 金江浙南下赴福建沿海作战 三天之后 在德胜门外 朕 亲自为你送行 臣 叩谢皇恩 先别谢我 你别辜负了 朕王的期许就是了 臣 在谢皇恩 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时间不多了 你先下去吧 臣遵见 伯格尔贝勒听之 臣在 经多伦的狂风一吹 你的脸 比过去黑了 也干净了 谢皇上恩典 脸比过去干净了 不知心胸 比过去怎样 你一向是非混沌 现在分明了吗 像木炭和冰雪一样分明 请皇上放心 朕当然放心 你我都是先帝之子 你的缺失便是朕的缺失 自然 你的成长 也是朕的成长 以前 总对你不放心 现在对你放心了 朕相信 朕相信 你不再是那个头脑简单 刑事鲁莽的博管了 你应该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从今往后 义政王大臣会议上 有把椅子是你的了 为此 朕特封你为亲王 王浩 香 臣叩谢皇恩 可是 你想说什么吗 皇上让丛兄去东南参战 不知皇上对伯孤儿有何委派 怎么 你还不知足 皇上 行了行了 朕对你没有别的委派了 踏踏实实离你的亲王奉落去吧 皇上 只要皇上让伯孤儿投身战事 我宁肯不要亲王的名位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诸位 正如圣上所言 苍天不复 我在圣经守灵的时候 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 今儿你们为我践行 倘若来日得胜而归 碧人的庆功酒 一定请诸位同饮 一言为敬 来 诸俭郡王 不 诸俭亲王 马到成功 来 干 干 干 来 来 江亲王 一步挑了两个高台阶 怎么还搭着脸不高兴啊 我高兴不高兴 你怎么知道 你那点心思全写在脸上了 我不想知道都不行 怎么着 皇上他欺负你了 皇上怎么欺负你了 没尝过郡王是什么滋味 就直接生了亲王 要说皇上对你可不保 皇上占了你多的便宜 才给了你这么大的恩典 你笑什么 我们笑什么 你应该知道 茶茶 喝多了 别理他们 来 怎么喝怎么的 不快 我敬你一杯 你们都在笑什么 我们笑你 不知足 当了亲王还苦着个脸 是不是皇上把龙椅让给你 你才能张嘴乐 你爱高兴不高兴 反正别人高兴 剑亲王 你能不能请求皇上 派我做您的副将 让谁做什么 不让谁做什么 皇上自有圣意 你在多伦很辛苦 好不容易回来了 好好陪家人歇息歇息吧 再说了 你是先锋的王爷 让自己享受一番不为过 参战的事 以后再说吧 如果您觉得伯贵是无能之辈 不配做您的副将 那您派一个牛鹿给我也行 我说伯贵 不是我茶代看不起你 这挺明白的事 你怎么死活看不懂 你什么意思 我要是你 赶紧打道回府 把家里的前门后门都紧紧的关着 信其王 你把话说明白 我跟你说不明白 回家问你们家福进去 他能跟你说明白 别说了 早点想说什么 你干什么 告诉我 你干什么你 放手 你什么时候你干什么 我笑你糊涂 我笑你脑子上的帽子 是绿色的 算了 好了 主子 背的意思我懂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不必多嘴 老爷 你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陪定远大将军喝酒 鹅娘一直坐在这儿等你 刚回后院 等我干什么 朝延下了 我说您生了青蛮 娘为您高兴 高兴 应该高兴 可是 有什么好高兴的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老爷 我哪儿笑了 滚出去 滚 滚 您答应过额娘 因酒不过量 怎么又喝多了 我答应了又怎样 我想喝就喝 可你呢 你写这些字是什么意思 随便写的 我喜欢这两个字的骨架 不对 你是肚子里难过 你在我的府上寂寞度日 一肚子难受 你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您喝多了 先歇着吧 我没罪 告诉我 我在多伦的时候 你在家里干了什么 你到前进宫 一共去了几次 你前后去御花园 陪他游荡 一共去了几次 你放开我 你肯定瞒着我什么 你说 您真的喝醉了 等您清醒的时候 我再说 行吗 他一直在羞辱我 你也来羞辱我 随叫随到 你是个婊子吧 你 你放开我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莫果儿 你 你要干什么 小姐 小姐 你们想干什么 你有能耐 到宫里去耍横 在家里成什么威风 谁都瞒着我 你们都瞒着我 你心里装不下事 是我叫他们 不告诉你的 可我都成了 众人的笑柄了 你们还瞒着我 额娘不是瞒着你 额娘是护着你 我算个什么东西 你是堂堂正正的亲王 谁也别想把你怎么样 我不稀罕 早不给晚不给 凭什么我眨眼间 就变成亲王了 是因为他吗 额娘 你告诉我 是因为他吗 额娘 是因为先帝 因为他 背剧先帝的在天之灵 再不敢对你怎么样 如果是因为他的缘故 我应该让他杀了我 您请 下去吧 喳 下去下去 你不必过于拘谨了 请你来 无非是陪我吃顿便饭 随便聊聊 你再这么小心翼翼的 弄得我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多谢皇上慈善 对了 我还请了两位陪客 你不介意吧 谁呀 来了你就知道了 怎么搞的 皇上 怎么 此次勿见回任护军都统 皇恩浩荡 微臣将永济在心 这是恶硕 无才无德 一向处事又 又愚钝 怕是有负胜望 别说了 来起来吧 谢皇上 坐吧 人人都有愚钝之处 你不必过于自谦了 你从雅各萨成贵的折子 我都一一过目了 在屯方营 领国执的武官不在少说 可 贤有像你这么有见地的 所有从来回来的人都说 冰天雪地不利人居 只有你 说那是富庶之地 是我们大清国来了的粮仓 何止是粮仓 那还有无尽的森林和物产 缺的只是人 依臣所见 我们不仅要扩大屯房的规模 更要移入民间的人口才是 关键是要疏通圣经以北的道路 只要道路通畅 那木材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进关内 这要比从川柜一带罚运 这费用可要节省多了 启兵皇上 相亲王到 相亲王伯母伯果尔 恭请圣安 怎么才来 福庶啊 你的福庶怎么没来 吴允朱因故不能进宫 请您恕他为止 他怎么了 他病了 伯果尔给岳父大人请安 相亲王同安 请请 坐 来 这 珊珊来迟 把酒一杯 福庶 得的什么病啊 偶感风寒 体热气虚 他不要紧吧 不要紧 您尽管放心 昨天回娘家的时候 这还好好的呢 来 吃吧 我已经饿了 来 吃 来 吃 皇上 嗯 我听说朝天要给兵夕王吴三桂 掉两千匹战马 不是两千匹 是三千匹 为什么掉这么多 川南和川西 马文昌卷 吴三桂的战马 快死光了 那多压关定了吗 嗯 这件事 由兵部来定夺 我不管 请皇上给兵部下个旨意 让我去做这个毒压关吧 你不觉得 有点大材小用了吗 既然做不了什么大事 做点小事也无妨 这钓运三千匹战马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要比指挥三千兵族 更难一些 嗯 听见了吧 不是你想象那么容易 我知道不容易 可我比你们更努战吧 皇上 伯国儿请求皇上安准 派我去做这个毒压关吧 看样子 咱们这顿饭 一时半火是吃不完了 我已经吃饱了 吃得还挺好 吃饱了 吃饱了还不赶紧躲起来 你瞧你顾眼那副样子 不撞南墙不回头 你看着他烦不烦 我可烦透了 你要实在愿意去 太妃也同意的话 我可以答应你 谢皇上恩典 不过 你也要答应我的接受 请讲 你要说实话 乌云珠到底得了神病 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 他没病 他没病 那我请他来 他为什么不来 是你不让他来 他自己不愿意来 为什么 他没脸见你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的脸是肿的 下巴是轻的 就这么简单 怎么搞的 是我的拳头打的 你说什么 他不守父道 逼得我不得不动了甲法 他 他怎么不守父道 不堪入耳 我没脸说 你的拳头都打在 女人身上了 还什么要脸不要脸的 皇上 您何必这样大惊小怪 这样的女人 难道不该打吗 柏格尔 你太过分了 其实 其实你没必要跟个女人 斤斤计较 你应该直接来找我三丈 他一个弱女子 你打他干什么 你怎么下得去手 你知道 我没有别的办法 柏格尔 你是个懦夫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为什么不提着 你的保险来找我 不守父道的是他 与您无关 从今往后 不许你再打他 听见没有 皇上 我们应该问问宗室里所有的人 乌云珠到底是谁的福建 你不配得到这样的福建 你不配 听见了吗 你不配 皇上 我希望能够等到兵部的好消息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可以走了吗 走吧 记住我说的话 记住了 您放心 我再也不会打他了 如果他继续让我蒙受耻辱的话 我也绝不会打他了 我杀了他 你向亲王慢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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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竟是酸的 这个 他们 拿出去 拿出去胃口 拿出去 这 我跟嫉妒他们不一样 他们整天拍着胸脯子要当满洲的巴特鲁 一天到晚比谁的胳膊粗 俗透 人家是朝廷宗粮 为的是光宗耀祖 清史留名 怎么就落了俗套了呢 整天琢磨着放别人的血 弄不好啊 就放了自己的血 这种英明 不留也罢 我没那个志向 我不跟他们争 人家是动力 我是个下脚料 能打一个小案子 摆在祖宗灵前 能顶起个香炉来 我就知足了 您恨不能在泥里头 攥出银子来 您这志向还小啊 他们累在一块 也比不了您呢 您才是满洲真正的巴特鲁那 就算他们比不过我 可我也比不过您呢 怎么说 我走的时候 这料场顶多是个小母手指头 等我烧完白灰回来 这都变成大母哥了 您有这么大的本事 愣是没人瞧出来 在宫里端屎盆子 真伪心 哎呦 不瞒您说王爷 我这点本事啊 还都是端屎盆子 凶出来的 哈哈哈哈 武功啊 嗯 这事干得这么漂亮 我都没法谢 您这话可就见外了 这么着吧 咱们二一天做五 往后这买卖 不管做的什么份上 但凡能赚两个鸡蛋 我就得让您拿走一个 嘿嘿嘿 那要是就赚一个鸡蛋呢 那就归我了 您看您还是见外呀 怎么着 您也得给我留下点鸡蛋皮子吧 哈哈哈哈 前面就是凉水盒了 皇上 咱们怎么走啊 随便 走到哪儿算哪儿 宫里宫外就是不一样 风刮到脸上啊 都是甜丝丝的 刚融了雪 那是泥土的味道 真好 太好了 哎 在皇家的乐场里 都闻不到这么好的味道 啊 那种地方您当然闻不到的 您看这里到处是庄稼 老百姓足足备备 已经上足了农家肥了 什么是农家肥 哦 农家肥啊 就是臭大粪 马粪 猪粪 鸡粪 还有人粪 还有 怎么哪儿都显得你呢 哈哈哈哈 照你们这么说 这甜丝丝的味道里 竟然大有文章啊 啊 我可没怎么说啊 去看看 这 是什么 七五万岁 是啊 十几饿瓢 看样子 你死了不是一天两天了 皇上 咱回去吧 哎 皇上 皇上 你还是别过去了 啊 庄兄 你还把我当成懦子 他把我当成懦子 你还把我当成懦子 他逃重难 可双脚 就重着金尸 城里持用不尽 他为什么不在城里讨药 反而离城而去 竟是旧门 那个城门 是对这些灾民开着的 就算他能够走到城门口 恐怕也给拦下来了 您看他这是打扮 肯定还挨了打 像这种人下人 不爱打才怪 是个上了年纪的人 你说 他家在何处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皇上 咱们还是走吧 死鬼的灵魂是可谓的 咱们还是别招他 你说 他死之前在想什么 他会诅咒大清国吗 愿意诅咒就诅咒吧 我情愿他是因为 诅咒大清国而死的 大陆武 奴才在 安巴杜开的舟棚在哪 就在南边 过了凉水河就到了 这个人命不济 哪怕再咬咬牙 爬到有周贺的地方 他就能活了 我看他的牙 恐怕已经咬碎了 换了谁都一眼 命既然是不计 咬牙有什么用呢 把他救济埋了 这 给他蛮身意 这 你刚才说 这块土地 经过世世代代的耕种 已经上足了农家肥 可农家肥里 不光是臭大饭吧 农家肥里最肥的肥料 就是这些死尸 是这些世世代代 死在路上的人 战死在沙场上的人 死尸也是臭大粪 我是说 这些死尸也是臭大粪 不管是怎么死的 只要是死了 就是咱们大清国 拉出来的废物 得赶紧埋了他呀 走吧 大家不要急 不要急 兄哥 马上就好 别急 我阿玛陆家里别的好吃玩意没有 可这粥由大家喝的 别急 别急 记什么 还好对 记什么 我说你那得尝头发 我说你那 我当时你 我那热粥烫了你的舌头皮 把你肠子里的油烫 没事 别急 你逗你玩呢 大家别急 我跟大家说 我亏待不了大家 只要我 二八度 有酒喝 就保你们大家 有豆喝 我跟你说 我挨过饿 我知道挨饿是个什么 之味 我跟你们说 我亏待不了大家 好了好了 你才到头就这句 喝福的话 我精神闹心 我子多福 我子在哪儿了 我提那话别放屁 还是不理 干爹 你少喝点酒吧 你这人家 你现在还有点硬 刚点了水 还得熬一会儿呢 熬什么熬 你瞧他们一个个瞪着眼睛 你再不给他们喝多 他们就该吃人了 别急 大家再等一会儿 不要着急 好了好了好了 我扶了你们 周马上就好 我走 我走行吗 再等一会儿啊 别急往后飞去啊 这就好 扎了吴 去去去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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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都有都有 我给大了公公请安了 大了公公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 谁干什么 我还能说你 你快点等一下 我快点怎么样 别说去 快 被人忍 还被人忍 我做了个梦 我正在习盘街上吃烙饼 你看有个小子上来就把我烙饼抢走了 追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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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小子跟咱同回见面是一模一样 那时候你裤装里还没挨那刀呢 我喝喝 就知道喝 皇上马上上你家来了 什么 皇上 我告诉你 皇上就在前面柳庄子周棚呢 说话 坐过来 我看你喝的这副最德行 怎么见皇上 皇上要来 我怎么办呢 皇上要来 我怎么办呢 什么也不用你办 打扫干净 备好茶等着就行了 回来 我可告诉你 那年太后赐善 你和你老婆进宫 可没少给我出洋相 把皇上惹急了 让景贵人跟着你们后边吃瓜了 你说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今儿我可告诉你 今儿皇上踏了人家可是不高兴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你这脑袋搬了家 你可别怨我 打了我 你可别吓唬我呀 好好 我现在就找个木头仙子 我把我嘴歇上我 找什么找 自己拿拳头塞住嘴 瞧你那份出息 你就不能给我长点记性啊 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打扫打扫啊 打扫 老婆子 老婆子 这鸡屎味 可惜了这么好的院子 fire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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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那个来 别急 有什么 换上 AMA 伤青 lack 你别再拦抄我了 静一静 你们同时忍记挨饿之人 更应该彼此体会彼此的痛楚 不应该丧失仁爱之心 年轻力壮都在前面站着 老人们怎么办 孩子们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我都快饿死了 我要喝粥 就是啊 你要喝粥 老无老义 即人之老 幼又义 即人之幼 圣人的教诲 你们都忘了吧 啥狗皮臭人 那是石宝城的脚车根子 给我招 书生义 不合实义 我来吧 来来来来 安静一些 给我吧 请问 你们是 我们是安老爷的客人 让我来吧 来啊 都听我说 都别喊了 都别让人了 我们是安大善人的朋友 你们现在喝的这些粥呢 这些米就是我们捐的 所以呢 听我说两句 你们这么争可不行 这样啊 孩子站在前面 老人呢 站在孩子的后边 这女人排在老人的后边 剩下你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往后站 听见没有 我问你们谁也喝不上粥 这个 这个 来 先把您的吧 拿来 来 下一个 别急 后边去 后边去 走 走 走 这会儿 前面快点啊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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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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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